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几天就日以继月的看完了53集 但是本来准备表扬它 但是我看完了呢 首先还是要批评它 它呀就是中间有一个部分 中间那些集拖的太长了 其实它要它这个戏30集就是精品 这大概就是不光考虑社会效益 它同时考虑了经济效益 就是你考虑经济效益 你就是一个这个 我觉得要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 故意的要拖长增加级数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一种不尊重观众利益 会不会是因为前面拍的太好看了 其实中间也没有拖得很长 也没有很闷 假如你前面不看 从中间开始看 你又觉得很对 我为什么觉得你侵犯我利益 就是说我本来想快进跳过去看 但是呢你又不能跳过去 你只能陪着它拉洋车 你以为你又看不懂了 但是呢到后来中间拖了一阵 到最后又好看起来 我只看了九集 你一说就全剧透了 我什么都没说呀 这个根本不成问题 因为假如你担心看不懂了 你上豆瓣上网一看 补回中间的剧情就可以 我告诉你我看这个剧啊 你一个香港人 你看的观感会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啊我看是怎么看的 告诉你 我是跟我太太拿着iPad来看的 因为很多剧情啊 我们要对号入座嘛 找回世界嘛 一看这个什么同志啊 建峰是谁啊 然后就Google一下 建峰同志 对什么同志 紫东同志是谁 要找一下 我是那个非常互动的看的 咱们看看这个图 我跟你说 这个这次这个北平无战事啊 我首先一个最深的感觉 是看出老演员来了 在今天这个追逐这个青春啊 追逐年轻的这么一个审美风潮下啊 你就看这个老演员啊 什么陈宝国啊 这些王庆祥 还有这个马汉山啊 哎呦 他这个从内向外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啊 真是 你再看下边 他们演的都很好啊 但是呢 因为我个人呢 喜欢这个不险山不露水的 这么一种 哎 泥大红 对对对 哎 我喜欢他 是因为什么 他大部分的时候没表情 嗯 这就所以我就很想请教他们这个表演的人啊 他大部分的 你说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就没有表情 但是你觉得他脸上都是戏 我觉得这个了不得 没有表情 但是有镜头 你看 常常专门给他一个镜头 一个背影 一个人走上去吧 他在后面 他在看人家 拍他这个背影 他在观察人家 就知道他的戏份很重 反正这次你就看这种这个老演案 你看出大陆有人才吧 有 当然有 这个家伙这个老演员 跟这个年轻演员 你就是演得再好 我跟你说 俩人在一起 你的感觉就是没了 没了 相比之下 这个男主角叫什么 刘烨啊 刘烨 弱爆了 相比之下 你跟那个 那个 这话只有你说 对对 我没关系 你跟那个马 马不停 就是那个叫王清祥吧 方不停 方不停 就 比 完全没法 那陈宝国行 陈宝国还能经受考验 那个 哎呀 这使我想起 上一个黄金时代 上一个黄金时代 上海那个时候 拍一些电影 什么红日啊 什么什么 五十一号兵战啊 那个时候 正面的人物 孙道林啊 赵丹啊 可是戏演的最棒的是 舒适 相昆 嗯 就是演那个红日那个 其实张林福的那个 就那几个真是老秀 刘烨 那曾经一度啊 在上海啊 那几个老演员 真是 你说还有一个谁啊 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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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儿女里边的 演那个军长的 那个叫什么名 那不是太有名 那个人 对 但是你 我就发现这个演员 他 他有从内而外啊 产生出来 那么一种穿透力 你一看 你就被他射住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作为香港人 我看那些演员啊 可能比你们感受 更深刻 为什么呢 你说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 对 像刚才你说 谁谁谁 喊出名字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被他们 以前的表演 陷入 是 我完全看那个胖子 这是马汉山嘛 马汉山 马汉山 看谁谁谁 这个人也 看这个片来说 更深刻 我说这个戏啊 我推荐给你们看啊 倒也不是说 为了看得到表演学 我是说啊 这证明你中国人啊 我就跟你说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啊 是多么的聪明 你知道吗 就是 哎 我们在中国搞创作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吧 要顾及到很多方面 你知道这个戏啊 过审啊 就是好像这个立项啊 很长时间 都没有批下来 但是你知道 我又觉得很有意思啊 有些人会说 你这个借骨俯金 对吧 可是今天看起来 在今天这个中共 大力反腐的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又恰恰是那种 多应时间非常好 对 他恰恰是这种正能量 对吧 他绝不是讽刺什么 什么什么共产党 而是说 调查组就像中央巡视主一样 这就更加论 就是让人们看到 这个反腐的重要性 以及当前的这个铁拳反腐的 这种力量感 我觉得这个 刘和平写这个 他是有前面有经验的 他以前一个是雍正王朝 二月和 二月和写的时候 已经是有点为今天的服务 他拍成电视剧 那个时候我们 看着雍正就想起朱镕基 那个时候真的是 连朱总理都这么说了 就看这个戏就很好 这部戏也是 但这部戏是 也证明了一点 文艺工作者不能取巧 不能投机 因为他是写了七年 他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不知道今天的这么一个反腐 大力度反腐这个局势的 所以对他来说 他不是看风向 找机会 找影射 他就是假装写一个正戏 就这样 而且他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选题 这样我们电视台来说 这个选题可真是有眼光 为什么 国共内战 对吧 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某种不幸 但是呢 唯有北平 你看他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北平无战事 在北平问题上实现了 没有杀一个吧 就是就没有流血 没有破坏 和平解决了这个问题 咱们再看看这些历史上有一些照片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看这是当年 庆祝北平解放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个当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 你看这是 欢迎 欢迎国民党军 出城 接受人民解放军 这个改编 你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 还有傅作义 对 咱们看看 这个 我有一个事情 想问嘉辉 你从小有台湾背景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些戏里边写的 国民党的军官啊 各种各样警察什么东西 跟你从小印象里的这个 你那个子东同志 你有点混乱 我从小没有国民党背景 我是大学长 江峰同志的情报有钱有我 嫁给台湾人 他是嫁给台湾人 我有的话 我的普通话不会讲到这个地步 好不好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问文道 我反而从香港的角度 还是说除了对演员的感觉很深刻 还有一点 还有两点 第一个是说 你子东同志 你刚刚说到 不能投机取巧 花时间 你看 他花的功夫 我注意到那些服装 每个男人的西装多漂亮 那个cutting 那个剪裁 那个衬衫的领直 那个就看得有质感 就像江爱玲写上海 每一个东西有质感 那另外呢 除了剧情 我们说剧情表演有好看 不要忘记镜头 这部戏你看 他用拍电影的手法来拍 好多第一的镜头打光 你从看第一集啊 整个光线的调动 整个音效的配乐 完全你看电影 那你讲的那个衣服的考究啊 恰恰是我的疑问所在 我告诉你 这个戏的编者 导演 演员 都是跟我一样 从小是看南征北战 战上海长大的 说实在话 这些人啊 包括刘和平 他们感性经验上 对于国军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是不知道的 而在从50年代开始 我们拍的各种各样的国共戏里边 形成了一套模式 就是国民党的人出来啊 衣服一定很整齐的 对 总台手艺 是吧 一个一个都是这样 到现在这个模式还是存在 我就非常想 台湾怎么不拍点这样的戏 他们的这个角度啊 我有注意流行很少啊 我已经把这个戏 给我的台湾朋友在看了 你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 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给他们的时候 我很想问问白先勇 就很想问问 他心目当中的国军 当时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国民党的 当时的人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啊 这个他这个 这个国民党绝对比共产党洋起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美式军装 当时一出来啊 哎 你就你看这个电视剧 你就能够理解 我其实说 让咱们再谈这个北平无战事啊 我是想讲讲一个什么问题啊 这一个这些年来啊 老讲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为什么败了 共产党为什么胜了 最近我对这个问题啊 花了这个很多功夫 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一下子上升到历史的高度 我看了足足有这个三四页的 这个 这个三四页 待会我把结论告诉你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要照今天啊 这种这个姑娘们贤贫爱妇的这种劲头 好时髦啊 他们都得爱上国民党 你说这个连毛泽东本人都承认 毛泽东就是说啊 就是老粗打败了黄浦生 他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军队里 他说这个许世友念过几年书啊 什么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些将领 的确大部分是又有文化 又有风度 而且打抗日战争的时候 还确实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 就是被这帮共产党 就毛泽东说的大老粗啊 土包子 把他们打的就是溃不成军 就是你看啊 有一个理故学者高华呀 他的结论 我就说啊 咱们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要看谁啊 我最后发现看蒋介石自己 他到了台湾 哎呦你想这个人丢了 丢了天下 他天天这个 反省 反省啊 然后我就看他写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预计 他的对 他的结论也是高华的结论 就是蒋介石认为 当然他输了 原因有很多 但是他也认为 首先是军事失败 就军事上的这个崩溃 但是为什么就军事上 就给崩溃了呢 军事上非常关键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 东北打了以后 没有最后再打下去 就打到中间 白宣勇 讲了好几次 那个时候 白宣勇说 要是他那个时候 再继续打下去 把林彪那个 再继续打下去 这种偶然事件啊 就非常 很难说的事情 你知道老蒋 认为 他到时候说啊 他说我们不是 输给了共产党 他说我们输给谁了啊 你说 他最恨的是什么 他最恨的是俄国 他说与其说 我们输给了毛泽东 不如说我们输给了 这个斯大林 与其说我们输给了斯大林啊 不如说我们输给了马歇尔 他最恨的还不是俄国 而是美国 再有一个最恨的 就是贵系的 李宗仁 这一系的 他的这个 蒋介石自己的感觉 就是什么 你比方说 首先是这个 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会议啊 大家都没想到 美苏啊 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定了 就是比如说外蒙独立 包括这个东北的大门 苏联就进来 苏联这一进来啊 马上就是 帮助共产党接收东北 而且呢 就在你说的 一开始 这国民党中少见的战将 能跟林彪比美的 就白崇喜啊 一开始白崇喜 打的林彪就往哈尔滨的方向逃嘛 就你说的 但这时候马歇尔调停 就是 就是你知道 美国还有18个月的 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 他 你不能认为 这个美元全部是给了蒋介石 美国其实啊 一方面也对蒋介石这个政府 感到失望 另一方面呢 他也对共产党有 他希望实现某种平衡 对 他希望蒋介石民主 他觉得蒋介石是专制 对 这一点不好 蒋介石他支持 是因为他私有制 但是他觉得他是专制 而共产党当时讲的是民主 所以他就 那个时候现实讲的是 但是还 我觉得 这个是一些 世界大战都可以找到一些 非常偶然 就好像现在说 德国的坦克部队 在敦克尔克前面 突然停了下来 使得40万英军退回去 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那假如说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更长远 更决定性的因素 我看过王维啊 就是淮海大战的 黄维兵团 对 他也是黄埔的一个学生 他讲过的话 他说他带兵几十年 北伐的时候 他带的兵 老百姓是支持他的 抗日的时候 他带的兵打仗 老百姓也是支持他的 只有到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认为 不知道为什么 老百姓不帮他 而老百姓那个时候帮的是 共军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 这是王维说的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电视剧里 你知道吗 他到后来这个曾可达呀 曾可达 建峰同志的这个忠臣 曾可达最后就问这个刘烨 说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 这个刘烨说的一句话呀 很有意思 刘烨说啊 你呢 不是刘烨的 方梦敖 是吧 方梦敖就说 你是个跟有钱人为难的人 这是蒋经国在蒋世败亡之前呢 最后一次争取民心的这个努力 他代表国民党当中的理想主义 跟共产党就是争民心嘛 小状态 但你看争民心的特征表现在哪 在当时极端腐败的情况下 几大利益集团 这个家族的情况下 就是在方茂敖的眼里啊 你曾可达的行为就是跟 你只要跟有钱人为难 你就得民心 没有没有 你说的有钱人啊 就可以讲另外一个观点 我们都同意很多理由嘛 带兵 你说带兵的问题 李宗仁回忆录 讲得清清楚楚了嘛 蒋介石怎么带兵 怎么不信任兵 斗争等等 美元也好 输额也好 都是理由 甚至共产党 你看周恩来毛泽东的 那个调动军队多厉害 还有一个理由 一个观点 我觉得蛮好玩的 有个美国的历史学家 有本书 国家与革命 他把问题倒过来 他说 为什么中国的大革命 到一九四九年才成功呢 你不要忘记啊 从一九一零年开始 整个世界 特别在这边 整个是阶级运动 很多国家输额 对不对 之后的 一九四五年之后 整个东欧中欧 这个都很快的成功了 兵败庐山岛 那个资产阶级集团 可是中国明明二三十年代 就应该有机会的 大革命 后来种种理由又下来 当然其中一个关键理由 日本鬼子打进来 然后再来三零年代 四零年代抗战结束之后 为什么还拖了四年呢 很有意思啊 他把问题倒过来 不是解释 为什么国民党会拜 而是他们明白吧 在整个阶级斗争 阶级运动 全球性的阶级运动 的框架上面 他为什么拜得那么晚 这个才是应该问的 从你这个角度来问 全球观 对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问题去找的答案 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拜得那么晚呢 其实美国的最后的 不能说最后 帝国主义 在基撑着 然后呢 他的 其实从这里呢 有些credit 有些 怎么讲呢 有些那个功劳啊 反而要给回蒋介石 假如换了其他人 甚至更无能的 他不是用那种计谋 走弄又弄那些军阀 可能更早 那些军阀就倒戈 完全答案不一样的 你把角度倒过来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条 蒋介石到最后49年的时候 他自己写就是 向共产党学习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向敌人学习 我们的敌人 到比我们强在哪 他也列了七条 你知道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 共产党的干部 没有私产 他认为这个是 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 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时期是吧 当然在那个时期啊 共产党 共产党的这个叫什么呢 当时是党政军一体 你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军队没有军饷 只要给吃饭 穿衣就行 国民党为什么金融崩溃啊 他光这个巨额的这个军饷啊 四大家族嘛 你想他就应不应不 咱们去演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建峰同志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咱们再看看建峰同志的弟弟 这是蒋伟国 这蒋伟国还练过功夫 你再看下边 我再给你看看这个 他不是蒋介石森的 蒋伟国 这个是蒋经国的建峰同志的孙子 蒋伟国 就是台湾的大帅哥 我刚才讲啊 这个蒋伟国有一个口述的自传 这个自传呢 最近在微信上流传一些故事 很有意思 这个蒋伟国啊 他举了两个例子 他那个时候是个上位军官 大概在就是解放战争的抗日战争这段时间 他讲他说他有一次坐火车 在这个坐在座上 有一个上校啊 刚刚走过来显然是没票也没座位 他看着上校走过来 然后这个上校要走回来的时候 蒋伟国家教很严的 啪啪就起身 给这个上校让座 结果你知道这上校 啪就给他一嘴巴 就说 我刚才这么过来的时候 你没看见我吗 你不跟我让座吗 蒋伟国说 长官你刚才是这么走过去的 我以为你要到下一个车厢去 然后匡妻就坐下来了 然后就是蒋伟国 因为车很挤 蒋伟国只能到厕所马桶上蹲下去 但是过了一会儿 这列车长来了 说你把蒋伟国打了 然后跟这个上校说 你也没有买票 后来这上校竟然还知道补票 补完票之后 一听说是蒋伟国 这个上校啊 头钻马桶里去了 不是钻马桶 这上校就跪在这个车厢的厕所门口 就说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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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饶了我吧 然后蒋伟国说 我就一个上校怎么跪在我面前 说没关系 我坐在马桶上挺好 然后上校说 哎呀 这什么的 公子啊 或者什么的 我们家有八十老母啊 求求你 就蒋伟国说 我没有要枪毙你啊 但是他讲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他跟一个军官啊 他有这个手枪 你想他跟蒋介石 他手枪总是很漂亮 那个军官呢 要跟他换这个手枪 一看见 也是在火车上碰见 一个将军 一看 手枪挺好啊 咱们换一下 然后这个手枪一换 他说那个破手枪啊 锈的拉不开 他说我们的军队 这个军官的手枪 他说不是说你强要给我换 而是你那个手枪根本锈的拉不开 于是你看蒋经国 不是蒋伟国当时有这么就说 他这么把枪还好意思自己佩戴 还要跟我换 说我们国家的制度 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 官员的办事能力 却办事态度也不好 但是这不是国民党的错 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 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 这种习惯留在民间 也留在政府内 不管是谁 稍稍有权威 就开始耀武扬威 重要的是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 当他奉派去桥头盘查哨的时候 他就自认有了权威 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 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 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 就对老百姓态度亲切 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我觉得蒋伟国前面的故事 占了便宜要卖官 他不倡庇那个人 其他人会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